各位朋友,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讲Inscape的进度功能 那我们讲过的这种绘图软体,向量,这叫向量的绘图软体 它一定会提供几个基本的图形 我们刚开始学一定是给你一个基本的图样 我们通过这个基本的图样来把它变换成一个我们所想要的一个物件 这是核心概念是这样子 比方说这样,现在变成一个棒棒糖了 然后再加上这样子,我示范给你看 就变成一个糖,看起来至少像是个样子 好像一个糖果,不管好不好看,它就是一个这样子 最基本是这样子,当然越学越多 所以我们在学这种向量软体呢 刚开始提供给你的这些图形的各种功能 一定要把它掌握得很熟,这个是基础状况 这些各种图形的各种可能的功能跟变化 你把它掌握得很熟之后 你会发现在PPT或者像我们这种Linux系统里面 impress,你会发现像PPT、PowerPoint的这种 里面不是很多图形吗? 它的原理跟概念跟这个一模一样 你这个学会了,你在去弄PPT 你以前很多不会的东西 你现在要豁然开朗就会了 换句话说我们教这个东西不只是学会操作软体 不是啦,而是向量图形的一个基本的学习的 或者在电脑环境之下向量图形的基本的操作的模式 我们要把它理解,这不是Inscape这个软体而已 所有软体,Illustrator跟其他的原理都一样 那只是操作的步骤不一样而已 那方形讲过了,圆形讲过了 我们今天先来讲什么,这个多边形 咦,多边形 你看啊,这里先看看这边 这边三个角,对不对 我们讲过了 它是先提供给你一个设定好的图案 像这种设定好的图案呢 都有很多基本的功能可以操作 比方说这个顶角三个,你看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马上就变出来了,对不对 这个叫顶角,有八个顶角 那我们现在呢 好,再来哦,这个 等一下这个,这之后呢,改变改到这一个 什么意思呢,各位看,哎呦,没有 马上变得不一样 这个一样,八个角,九个角,十个角 这边这种多边形的,它预设了有两个这样子的东西 好,你要首先要理解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讲过了,这个就不再讲了 像黄色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填充,填充是指面积 各位,向量图所提供的基本图案,这我们概念讲过了,一定是两个东西的组成 第一个,它填充的,还有这个什么,边框 概念你要掌握你手 这概念没抓清楚,之后你会整个乱掉 这填充的内容,其实是个面积啊,各位看到没有,它是个面积啊 填充的面积跟边框 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概念我们讲过了,之后在操作的时候就不再多讲了 那比方说这个东西呢,我就边框,我不是很喜欢,边框 这个地方2,对不对 按右键 把它改PS,改成P手,对不对 再改大一点,16 马上就 出了,变出了 边框的颜色是变出的 好,那我们假设以这个为准 基本上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 老样子 老样子 点一下,我们先要这个好了 点一下是这样 这个选择器再点一下,这个就可以讲过了,左右拉动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了,左右上下左右拉动 按Ctrl键的时候呢,就一比例左右拉动 然后按Ctrl,就这样子 点一下,再点第二下呢,再点慢慢点 再点一下,再点第二下,有没有,你会发现不一样 这边变成一个这个形状,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可以变换角度,有没有 那这个,这个的拉起来 就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属于 这种状况下的拉法 然后我们讲过了,这里中间线 往下拉 它圆形的时候 它在操作圆形 的时候呢,它会以 中间这一个 中间点 当做一个转换的变化,这我们之前讲过了 再复习一下 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呢,我们讲过了 点这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你 你按这里 物件 这个叫物件 物件 物件这边有一个什么 那一个 这里 填充与边框 填充与边框 这是我们今天要教的东西 点一下,它就跑出来了 然后之后它就应该会在这边 我这边就有填充与边框 你点一下 之后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你选一下,它就会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讲过了,这里有三个东西 三个东西,先来看看什么叫填充 我们讲过了填充就是中间的什么 中间的面积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黄色啊 对 这边有好几种选法 这边有好几种颜色的选法 这个呢 最简单就是RGB 这个 还有什么 这个 我习惯用这个 摄像 饱和度 明度跟透明 你要会 好 摄像颜色 有没有 这个地方 饱和度 跟那个明度 这个我们就不用动,因为我们是从下面选的 就会是这样 透明,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透明我们就会常常用了 各位你可以拉一下 有没有发现 颜色渐渐变淡了 有没有 这个就是透明 透明 中间这个是透明 这个我们很常用啊 我先 用一个 状况来处理一下 来把它弄成红色 我先把它的 透明度跟它拉回去 就是指这个 透明度是指这个 啊 好 这个 好,拉回去的 拉回去之后呢 我们再来 画一个 啊 好 就是这样子 就会这样子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拉到这个地方来 跟它放到最下面 这边是放到最下面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黄色就透过去了 就我们黄色嘛 这个透明度是9 是在这个地方嘛 对 你看哦 当我没有把黄色的透明度拉到 拉过来 没有 你把黄色的透明度拉过来 还有下面这个72 这边这边 我再跟它还原回来 这跟它还原回来 还原到100 你就看不到了 对不对 是不是看不到了 下面这个不透明度是指整个 整个 整个不透明度 上面这一个填充是指 中间填充的地方的透明度 不要我们再往下拉 有没有 又跑出来了 你看 我们下面把东西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填充的透明度是指这个黄色的这个叫填充的透明度 下面这个不透明度是整个物件的透明度 你要先把他 掌握清楚 就会是这样子 好那再过来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叫做填充 然后边框的图绘 各位 其实你也可以先看我们下面这边 我们的边框是什么 黑色 有没有 那边框是黑色 你跟它按这边 有没有看到 它基本上就是黑色 色相是黑色 饱和度拉 什么度拉 都是黑色的 然后透明度也在这个地方 就会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然后不透明度也是这样子 换句话说边框的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从这个地方调整 我很喜欢这一个 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个东西要跟照片 搭配有没有 照片有没有跟照片搭配啊 那 我的颜色如果跟照片的颜色有取得某一种一致性的话你怎么办 按这个 点下去有没有 选这个 颜色就ban了 这样子你在颜色选择上会比较好 就会是这个地方 这个概念 这个功能我们常用 那这块是边框的样式 什么叫边框的样式 各位这个叫边框 对不对 边框的样式 我们 这个 宽度这个地方可以选 现在你操作这个地方就比下面这个地方 下面这个地方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比方说 往上拉 没有看到变粗了 就会是这样子 12 它马上就变粗 就会是这样子 这个线段这边你可以处理 有没有 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常常看到 你要各式各样的线窗 然后这个东西呢有开始中间结束 这个我们在讲这个在讲线条的时候 会比较 容易清楚 这个叫做边框的 样式 边框的样式 对不对 那当然边框的样式 边框的透明度 你也 边框的样式 就出来了 这三样是我们觉得要教你的 你要能够 熟悉 跟拿捏 这样子的一个 用法 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呢 另外这个东西就会是这里 这个我们讲过了 这个我们讲过了 那我们再讲一个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把这个 移到这里来 好不好 移到这里来 刚刚移上来好不好 靠这个地方移上来 这样比较清楚 那我们把这两格选起来 这时候呢有个叫群组 这边群组 群组 把这两个 选起来 好 然后跟他群组 有没有看到 这两个被群组化了 就可以一起移动 要干什么呢 我要跟你看这个功能 各位 这个是左右翻转 注意仔细看 我要按 有没有 他是翻过来的 左右翻转 对 没有看到 然后呢我现在点一下 我把它移到这样子 好不好 移成 这样子 现在呢点一下 这边的 上下 翻转 主要我要点了 上下翻转 翻过来的 不要小看这些小功能 因为 他是为特别的形状 给你的 常用嘛 我帮你设计好的这些功能 都设计给好了 没有 所以基本上就会是这样 那这个是旋转 他会 有一个逆时钟 顺时钟的旋转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这样旋转 这个就是几个基本的 功能我们都讲过了 这样子我们在掌握他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掌握 然后再过来呢 我们还要来处理一个东西 就是这边 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 但这次呢 还是要讲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比方说 比方说这一个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选起来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 时间到了 对 其 与分布 对其与分布 这里有三个东西 这里有三个东西 对其与分布 我点一下 这里就跑出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会在误件 这里有一个对其与分布 点一下也是一样的 他也会 就自动会跳到这里来了 好来 各位我们把这三个选起来 我们已经讲过了 之前讲过了 对不对 这里 居中 三个会居中 有没有 三个居中 互远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水平 有没有 现在是水平 对其 对其很重要 我们说这次上这种课美感 对其就有美感 所以对其非常的重要 那比方说 我要对其左边就这样子 我这三个 这三个这样 很丑 没有觉得很丑 对其 对其哪边 这个地方 对其左边 有没有 感觉就开始有点漂亮 对其这个地方 对其右边 就出来了 有没有 那注意 我这个地方是选取范围 选取范围 这三个 就会是这样 再过来 一样 老样子 这三个我把他圈起 可不可以 我先跟他 居中对其 三个对其 这个叫对其 这个叫分布 各位分布有很多种 有空慢慢研究 这不可能 我选这个比较喜欢 什么叫水平 什么叫水平 仔细看看 中间的位置 是一样的 空的位置是一样 这我们常用 点下去 有没有 这里的位置 跟这里的位置 是一样的 这个所谓位置是指 由这个 方形的框框来算 这边 跟这边是一样的 对吗 有没有很漂亮 有 有很漂亮 对不对 就会是这样子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 透过 讲 多边形 多边形的 变化 来产生一个 一个 我们对多边形 运用的原理 就是 还有其他一些功能 这些功能 看了一遍 练习一遍 它非常重要 时间真的超过很多 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好